作者 陈九 后期 鬼步语 第23集 纪云开处理外伤的手法十分利落 他向端王世子借了一把小刀 把手腕上的缝合线一一割开抽了出来 纪云开动手时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 手腕放在暗桌上一动不动 就好像他不知道痛一般 抽完线后 纪云开用小碗盛了半碗酒 然后将手腕放入小碗来回打转 清洗伤口 血瞬间将碗中的酒染红 端王世子终于看到纪云开皱了眉头 刻也仅仅是皱了眉头 初步清洗完后 纪云开将碗中的血酒泼了出去 然后拎着酒壶对着手腕冲 酒水混着血水全部淋在纪云开的裙子上 纪云开疼得满头大汗不断地抽气 却一声不哼 端王世子看着他 一言不发 他是同情纪云开的 作为一个清楚纪云开遭遇的旁观者 他同情他 可也仅仅只是同情罢了 很快的 纪云开就将手腕上的伤清洗干净 抬头 端王世子紧绷的身子 因纪云开的询问而稍稍放松 靠匕首 缝伤口 他手腕上的伤被捏爆了 如果有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在 还能重新缝合 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疯了 那么多会留下伤疤的 用匕首一考 纪云开的手腕还能见人吗 他到底有没有想过后果 伤口得直行 他的伤口原本快好了 可现在又是血肉模糊 他还有两天就要成婚了 他不能让人 尤其是燕北王府的人 发现他的伤 行了行了 我这里有遇刺止血药 先用着吧 端王世子一副我怕了你的样子 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玉瓷瓶 止血效果极佳 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就能收住伤口了 纪云开接过药瓶 看着端王世子 好半天才缓缓开口 狮子爷 你是好人 端王世子耳根一红 却强自镇定 本世子当然是好人 纪云开笑了笑 小心翼翼地将药抹在伤口处 一点也没有浪费 然后又将纱布折成条 缠在手腕上 包好手腕上的伤后 纪云开长长地松了口气 靠在车厢一动不动 端王世子等了许久 不见纪云开处理身上的伤 身上伤不伤药吗 回去再说吧 我现在没有力气了 他是真的没有力气了 要不是手腕上的伤实在严重 他也不会动 你这女人既然自己不行 就不能求人吗 端王世子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一面对纪云开 脾气就忍不住暴躁起来 我这伤 不好麻烦别人 纪云开知道端王世子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婉拒了 他伤在身上 需要脱了衣服才能清洗上药 他能让端王世子动手吗 显然 纪云开一提醒 端王世子也明白了 耳根不受控制的又红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端王世子抓起桌上的药瓶 丢给纪云开 这个给你 比外面买的好用 谢谢世子爷 其实纪云开手上有更好的药 不过他也没有拒绝端王世子的好意 端王世子虽有私心 可却不是坏人 至少比他那个不靠谱的妹妹强多了 端王世子没有说话 而是看了纪云开一眼 然后淡定地别过脸 看向马车外面 这样子摆明了是不想说话 纪云开也没有开口的欲望 全在角落里闭目养神 世子爷 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 马车停了下来 纪云开睁开眼睛 看向端王世子 同一时刻 对方也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视线相交 两人淡定地别开脸 世子爷 我到了 今天的事多谢了 纪云开面露喜色 不管是在宫里还是宫外 他都谢谢端王世子 端王世子摇了摇头 不必 今天的事 也是我妹妹不懂事 要不是闯祸的是他妹妹 他才不管纪云开的死活 桃安郡主只是孩子猩猩 我明白的 纪云开明白 端王世子这是在告诉他 今天这事就此过去 他不可再找桃安郡主的麻烦 你明白就好 端王世子点了点头 完全没有起身给纪云开让路的意思 纪云开无奈 只得小心翼翼地避过他 慢慢地移到马车口 而马车的空间就这么大 纪云开衣服上的血 不可避免地落到端王世子身上 纪云开 你在干什么 端王世子闲雾地皱了皱眉 往里面挪了挪 好跟纪云开拉开距离 世子爷 这是意外 纪云开半点也不愧疚 淡定地打开车门 跳了下去 遇到你 意外频发 端王世子看着衣服上的血迹 美好气道 可惜 纪云开已经下了马车 根本没有听到 纪府的下人 早早地就看到王府的马车过来 马上派人出来迎接 却见纪云开从马车上跳下来 府上的下人吓了一跳 云开小姐 嗯 开门 纪云开面色微冷 神色不耐 这 下人一副为难的样子 纪云开的脸色一沉 怎么 我不能进府 这是要我跟端王世子 回端王府 他那后娘是不是越来越蠢了 居然不让他进府 哼 要不是没有办法 当他愿意回纪家呢 哎 不不不 纪云开小姐请 下人脸色一白 再也不敢阻拦 忙不迭地给纪云开让路 开玩笑 纪云开还有两天就要成亲了 这个时候不回自己家 住在端王府像什么样 端王世子并没有急着离开 不知道出于何种心态 他一直在马车上看着纪云开 看他冷脸训斥下人 看下人刁难他 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进纪府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一句 他身上的伤势怎么一回事 果然是个可怜人 见到这一幕 端王世子越发肯定 他会同情纪云开 并不是他看错了 纪云开这个女人虽然可恶 却也确实可怜 偌大的京城 没有一处能为他遮风挡雨 可偏偏他又走不出京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